八哥的離開讓所有親友們是相當不捨的 他二哥接受訪問時就提到 其實八哥身體狀況先其實非常硬朗 但這半年來迅速惡化 回顧他縱橫整個演藝圈長達60年時間 他跟陳淑芳多次合作 提到八哥的時候也讓淑芳阿姨是氣不成神 搞笑的巨星 我們不曉得再怎麼找 可以找到像他一樣 誰再很捨不得淑芳阿姨說跟八哥有過太多交情 他先走一步至今都好難接受 七不成神 頭也低到不能再低 回顧兩人好早前的作品是1973年 連續劇六姐妹八大哥也有出演 天生演戲硬底子早先離開都是遺憾 我看到今天看到我嚇到了 因為今年真的走得太多 印象中他是很調皮 從小到大都是一樣這樣子的 但所以他走的時候我就覺得很遺憾 那近幾年來見面的機會也沒有很大 但是對於他那種過去的笑聲 跟我們在一起歡樂的感覺 還一直都存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八哥闖到演藝圈60年 生前知己楊光友也是整個下午守在靈堂 家人則說能成功過完虎年 八大哥其實好幸福了 每天要見面吃飯喝酒每天要跟他聊天 要不然出去玩 是我們四個人兄弟中間是你最好的 哪裡能夠想到 過完之間半年內就垮掉 四兄弟感情記號更透露八哥生前 雖說知道自己時間不多 但要大家別再有不必要的擔心 靈堂裝扮素雅以白蘭花為主 再搭配滿天心 菊花 太陽花 希望能延續八哥生前喜歡種植花草的興趣 對他本來也很沒完全閉嘴 他都同家安心啊什麼什麼的 他就很安詳的眼睛都閉起來 嘴巴也都閉起來就很安詳的走 靈堂十八號起開放七天 二十五號上午九點 即將在第一殯儀館告別 精彩一生 接送氣象劇去台北參報道